歡迎大家收看信仰講清楚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LIKE、SHARE、SUBSCRIBE 還有留言給我們 我是今天的主持 叫做Casey 謝文雅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兩位嘉賓 我們有加密愛麗信中學校長 何玉芬博士 你好 你好主持 接著我們有香港Negregia執行董事 林爾諾博士 你好 今天這題目是說 教會復興有何特徵 我想先 define 甚麼是復興 我想問一下 究竟是本身教會都死死的了 衰落了 然後來一個進步為之復興 還是不是的 它本身是Normal 沒甚麼特別差了 突然間來個大躍進 究竟其實復興是怎樣的呢 我想在教會歷史上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研究復興的人 認為復興是我們尋求 我們主動 甚至說 我們不斷禁食 最近有一件事 因為禁食四天死了 禁食 追求 渴求 復興的能力就降臨教會了 這是第一類的說法 但第二類說法呢 我們人類信徒付幾大代價都沒有用的 聖靈要來就來 聖靈不來的話 你怎樣去渴求 都是不會復興的 這是我們要留意的事 第二就是 復興的特徵 究竟是甚麼 剛才所說的 我們一般上會覺得 是信徒那種愛主愛人的熱誠度 突然是提升了 甚麼叫突然呢 一向都 叫做鹹魚翻生 剛才第一類的 教會沉沉寂寂寂寂 突然說 哇 很熱心 好愛主 好想為上帝委身 又愛人愛到 逢愛愛神愛人的 近這二十年 我們傾向了社會服務和輔導 忽略了傳福音的 這是真事來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罵 教會掛著傳福音 掛著傳福音 是罵錯的 教會就是不掛著傳福音 如果掛著傳福音 不應該是這樣 一般上說 復興就是 那些信徒 普遍大部分信徒 整間教會 就不是幾個 是一同都很毀身愛主 又很愛人 以至到他可以 好熱心去傳福音 以及做關懷人的工作 何博士呢 對於復興怎麼看 說到復興 我想起在聖經裡面 新約各個教會 他們的成長 長進的歷程 保羅和不同的使徒 給他們的勸勉 造就 剛才穆斯一路說 我想起肥拉比書 我讀肥拉比書一章 第九節 細十節 那裡說 即是保羅的祈禱 對那裡的信徒 我所討告的就是 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 不斷增長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 在基督的日子 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 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仁義的果子 榮耀 稱讚給上帝 同一章 後面的 他又說到 那章的福音 行事為人 與基督的福音相情 同一個心智暫立 德穎 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我覺得可以承卷書地讀 因為每一章 其實都在說信徒的造就 如何令教會作為一個群體 真的做到剛才 保羅為他們祈禱 其實都是一個對教會 大兄姊妹的一個願景 有很擇實的信仰根基 知識 大家的同心 還有人也有公義 剛才牧師已經說了 一定是要傳福音 至於用什麼方法傳 我覺得這段聖經也有提到 人人有不同的方法 當然只要我們不要走到一個 太偏的 扭曲了信仰的地步 其實我們都在不同的時代 要如何接觸群體 就真的不一樣了 剛才你提過的 都是一些復興上的特徵 都很想繼續討論一下復興的特徵 有時都會在外面聽到一些很嚴重的特徵 例如說說謊言 或者一些醫治 突然之間很多人信主等等 都會多說一些復興的特徵 這些方向 在復興歷史裏面 一般上會有幾個很特別的復興浪潮的出現 例如我們中國就是說 近代山東大復興的浸信會 一般上他們都會覺得 在敬拜或者祈禱聚會裏面 聖靈突然降臨 然後有些人甚至會滾地 哭 講謊言 很多外顯現象出現 就稱之為復興 聖會是可以不停的 以前說一晚祈禱會都沒有人來 連續可以幾十天 一個月 三個月祈禱會 每晚逼爆人 我覺得這個 不是復興唯一的表徵 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這個唯一表徵就是很大件事 但是因為你看到 在五巡節降臨的時候 雖然有講謊言 但是沒有人滾地 沒有人豪哭 沒有人滾地 講出別國的語言出來 這是聖經第一次說 聖靈降臨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教會裏面 突然間有信徒 我們不知道透過什麼方法 聖靈的工作 很主動地 是挑旺了那些信徒生命 去那種無條件的毀身 無條件事 即是你現在叫你 突然間會奉獻 喊破喉嚨都不會奉獻 如果你現在 就算說奉獻給機構的話 你發覺大部分是因為 跟你機構熟 還是不熟 所以奉獻給你 很少是因為說 聖靈跟他說 我現在要把500萬 給了真正傳播 給了1000萬 給了你 沒有的 你們很少聽到這些 為什麼呢 你會發覺原來 現在信徒的所有東西 都是從理性的進路 理性進路不是不好 我們人是一定有理性 有感性 但是還有靈性 這三樣東西 如果聖靈來的時候 就是靈性上的復興 以致到你理性和感性都在這裡 不會沒有了那兩樣東西 這樣的時候 你全然毀身給主 你不覺得很痛苦 你很簡單 現在你不覺得很奇怪 校長 我們做教育 我們很明白 就是說 我們正統的教會 叫人星期日 五點回來崇拜 不用想了 上午五點 但是你看看二端 極端教派 邪教 真是可以叫到 那發生什麼事 我想問 你說不行 為什麼人家可以呢 問題在哪裡呢 當復興的時候 沒有人再跟你計較 日與夜 等於在內地 我覺得很有興趣 現在清潔人 他們上班時間 你問他 你現在上班時間 你現在要怎麼回來的 他說 五加二 日與夜 蛤 不介意 不介意 就是 五天加上禮拜六 星期日 一個星期七天 然後日與夜 早上到晚上 都不介意 我覺得 如果信徒 能夠為了信仰 為了愛神愛人 不介意 就是一種復興現象 但是你說 當然 我們見到今天教會有小部分信眾 真的可以 但是我們說復興浪潮 一定是比較大多數的信道 甚至整個城市都經歷這件事 何博士對於這些復興的特徵 或者剛才說的浪潮 有什麼補充 我想牧師給了我們一個角度 就是一般我們講 教會一些大復興的時候 特別用一個大字 就是說很明顯 剛才主持也有講 很dramatic的 有些戲劇化的 甚至有一些 很外顯的一些 聖靈的干預 在群體裡面 或者群體裡面的某些個人 令到他們 哇 即是俗語來說 大家很high 但是我覺得 又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反而我覺得是普遍現在 我們特別在香港 那個信徒群體 會比較貼近的 就是我們都是一個理性的社會 有時反而 我們會不太理解這種突發式 我們不是排除這件事不存在的 但是我未必會在不同的現象中 我都會親身體會並理解 究竟他是否真正的聖靈的工作 有些韓國電視劇和電影 其實都探討過這個課題 對於一種宗教狂熱式的投入 我想大家都可能聽過 背後其實是對人的對信徒的操控 特別是透過一些 開頭是一種很極致的關心 和包容接納 去到最後變成了對他生活上的思想上的 包括情感 那些操控 這個也是令到起碼我自己 有時我都會覺得 我要看多一點 我要看多一點 究竟他是真正的在上帝祝福的復興 或是其實可能在一些異端邪教的浮著臉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一個真正的復興 無論他的規模是怎樣都好 我們會看到一個生命的建立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的 生命的建立是群體和個人 例如對聖經信仰的追求 不只是看自己這個群體的需要 亦都看到身邊的人的需要 包括他們的家人 和社會上不同的需要群體 我們的信仰是走進去的群體 走進去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不會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孤立式排他式的群體 那我覺得這些是我稱之為一些指標 就是我會過一過這個filter 如果都過到 那我覺得我會的信心大一點 我都認同這個說法 但是我們很難避免的 因為可能開頭就是他可以很純正的 但是因為人的罪性 控制慾就慢慢慢慢 那個屬靈領袖 就透過這個手段控制一些信徒 例如我們很簡單 很理性的 我們講大學校園 曾經興起過一段查經 帶了一個大學的運動 很多學生信主 他很理性的 坐在那裡 大家去研讀聖經 這樣信主 但是這時候 他也可以走到另一個極端 就是你不讀聖經 你不讀夠多少章聖經 你就不夠熟靈了 一樣可以去到這個極端 不過只不過那個極端的感覺就好像沒有那邊那麼強 所以其實無論是很熟靈 戲劇性的經歷 和我們很理性的進路的一種復興的過程 都仍然很難避免那種人性的墮落 那種控制 所以為什麼聖經經常提我們呢 就說牧羊的人不是為了貪財 不是為了貪權 但是我眼見的人的罪性就是 他做一做一做就會貪的 這個是我們要 我覺得是在復興浪潮裡面的信徒 就真的 校長提出一個好的情況 就是要時刻警醒 去看一看究竟是不是這樣 既不抗拒 但是卻要去審慎去看這件事 OK 最後我也想問一下 實際一點 剛才一提到復興的時候 有提過聖靈降臨 也有提過可能有時是非理性一點 其實復興是可不可以追求的 究竟又是神的工作 還是人為都可以嘗試去追求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之類的 我可能回答了等於沒有回答的 歷史上剛才我提到有兩大派別的人的說法 但是我們看到在一百年前的量子物理學的發言 就是愛因斯坦認為光打破了 光同時是粒子同時也是光波 那這個就打破了牛頓的物理學的理論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在教會幾千年歷史裏面 即是沒有幾千 即是在二千年歷史裏面 有很大的爭拗 在上帝的主權 一定是人的自由 上帝做一定是人做 我爭拗了很久 爭拗不完的 這件事我想告訴你 但是我們不如接受一個的說法就是 同時是神的工作 同時都是人的渴求 那我就覺得容易理解一件事 那你說理論上答了 那實際我怎麼用 那我追不追求 那我覺得實際是要追求的 因為保羅和提摩太說 你要跟那些同心的人一同去追求 你是有這樣的動機的 那你不可能要求教會 所有人都一起去追求復興的 好像要燒著一堆碳 你先燒著幾塊 所以你在教會裡面找幾個 真是有心的人 一路祈禱一路祈禱 我們不知道聖靈什麼時候來 因為我們不可以控制聖靈什麼時候來 那聖靈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ready了 我覺得這樣就是好事 何博士呢 我們人為上 如果想追求復興 有什麼建議給我們 我想追求復興 我們不會說 追求不復興 追求不肥 所以真正的復興 一定是教會裡面的信仰群體 的一個目標 但好像牧師剛才的提醒 那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永遠是在路上 有時候我們突然間 會好像入到油一樣 可以走得快五步 但有時候有一些艱難的日子 大家要一起捱 亦都是在過程中 很同意要有一個高度的境成 還有弟兄姊妹之間 我不想用制衡這個字 尤其是我們在講教會裡面 很多時候作為一個人的組織 或者群體 我想我們聽過很多很多內部裡面的鬥爭 變了慢慢很多東西 本來是很好的動機 最後異化了 我覺得無論是 我這樣說好像有些潛閲 大家聽了就不要太介意 但無論是執事會 或是牧者 以至到信徒的群體 其實三個 我當是三個群體 都是一種互相關注尊重 互相支持 但同時互相守望和提醒 就是這樣的三腳的頂重 這個感覺 只能夠在不是high church裡面 是可以實踐的 即禮儀派教會是難實踐的 例如我們說的聖工會 中華幾個教會 禮儀會 這些是難實踐的 因為他們的牧者和執事群體 會眾沒有什麼機制去制衡 但如果說low church 即是播度會 宣導會 浸信會 你會有一個信徒群體 制衡執事會 和牧羊群體的機制 兩者都存在 我接受你的說法 但現實真的出現了兩個 已存在的制度 而且high church制度的歷史悠久 那些在位者是不能動的 同意牧師的提醒 其實我們不是 或者我剛才所說的 不是要去動這個制度 或者是要動搖 即是在教會裡面 特別是你說high church 我們稱之為權力的群體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不是要去潛穴 而是 因為我們很有一個意識 我們所有人 其實都是人 我們不是神 所以無論high church low church 當我們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時候 就算我們是牧者 就算我們是教會領袖 我們都不可以 覺得自己是適合的 所以他們身邊 任何人身邊都要有一些 我們叫做critical friend 真的可以用愛心說成實話 在關鍵的時刻 有聞到一些味道 可能是 咦 他有少少走迷了 或者有少少的判斷 其實是不是 真的要想多一步 拿多一個意見 跟信徒多一些 去溝通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 我自己覺得 是 要想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提醒 因為特別在鳳凰浪潮裡面 總會有一些叫做 領袖 一些很強而有力的領袖 就出現了 出現了的時候 初初沒事的 走到這種權力 無邊際的權力 某程度 無監察的權力 就會走歪 這個我覺得 大家也要小心 例如很簡單 在金錢上 就很容易出事 因為大家很復興 很熱誠 哇 整個人包包都可以 但是究竟最終 他在奉獻去了哪裡呢 大家要問和監察 好 謝謝何博士 又謝謝林博士 其實人人都會追求復興 我們不會無端端說 追求不復興 希望透過今集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又可以去認識這個 topic 更加多 也都去謹慎一些需要 小心的地方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信仰 說清楚這個節目 記得給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留言給我們呀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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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